两名延长期不是梦肺癌患者,有往常生存肺癌患者无需多忙吃,不可取,那药性药科学看待,目前很多肺癌患者还有很多无需,第一个就是忙吃,无一龙介绍,自己接触到很多患者,等知整个肺癌后到处找药吃,什么都想试一试,其实这种心理很不可取,因为每一种药都有最适应的症状,每位患者也都有个体特异性。 一定不能盲目吃药,二代靶相药能够显示延长患者生存期,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独特的不可逆作用机制,它能够不可逆的与突变基因结合,永久的锁住突变基因,从而达到关闭癌细胞信号通路,一只种留生感的目的,能够使患者受益更多,达到生存时间更长的目的。 据悉,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,以启动肺癌患者援助项目,通过药品援助减轻患者经济负担,大牌专家问诊,贴心健康提醒,尽在健康时报告付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